自信给我们一切中心的繁衍 是理解的 充实的 你要是真正知道这个道理 知道这个四十真相 你对于祝福菩萨了 那个感恩的心会生起来 为什么呢 无时无刻不在照顾你 无时无刻不在关怀你 比父母关怀儿女还要周到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变成这个样子 是我们自己不回头吗 不知道学好吗 是自作自受吗 有什么发生的 无论我们在哪一道 出生道也好 墨鬼道也好 地狱道也好 都是同样关怀 所以对于佛菩萨能生起真正感恩的心 你就会真正学习 无助生险 无助 是亲近即灭 佛门的说语叫大半年盘 在净土里面讲就是长级光 司徒 司徒长级光 尽土 实际上就是自信 回归自信 望尽还原了 还原就没住了 还原就没住了 他伸心 伸什么心 众生 有感 他就有印 这个印 就是大慈悲心 大菩提心 所以 涅槃的境界 他不是死 它是活活泼泼 因为这种境界里头 它没有物质现象 也没有精神现象 这很奇怪 没有精神现象 它活活泼泼的 它不是死的 所以众生有感 它就有极其威胁的感 它就有意 再微弱的 我们今天这科学仪器探测不到 这是真的 你想想看 这阴历 是一秒钟的 1280兆分之一秒 这样威胁的念头 无助心是真心 它能感应到 它感的反射就是硬 硬就是身心 生什么心 绝对不是有意 它们有意 它们有力 所以叫硬 众生有感 它叫硬 而硬是随身 感的那一方 自己绝对没有起心动静 论音经上说的好 随众生心 因素质量 这是感应的原理 众生求佛 它就信佛神 众生求菩萨 它就信菩萨身 它什么身都能写 你喜欢什么 它就信什么 能陷树木花草 也能陷山花大地 所限的身 这就是这个印身 肯定帮助你有无处 感应的道理 我们在华言经里面 讲的很多 有险感 险印 险感 敏印 敏感 敏印 敏感 险印 决定留意 这个境界 也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 整个宇宙 我们讲宇宙 这个概念上 没有佛强的清楚 佛强发界 发界比宇宙更有意思 无量不变 我们看到 华藏世界品 才知道世界之大 我们天文家所讲的 还没有出 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在整个 宇宙是个很小很小的一地 微不足道 宇宙太大了 自信太大了 宇宙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自信是一个了 所以 变法界 虚空界 是一地 那你想想看 这个法界里头 每一尊佛的这个 故土里头 都有是法界 一尊法界里头 他不起心 不动念了 不会给你起感应到较作用 或是 设法界有 设法界的众生起心动力 每一个念头都周边发起 每一个念头出生无尽 寒荣空有 三种周边 这个速度太快了 就同时的 我们起个念头 不管什么念头 念头一起 就周边发现 自信 他统统收到 对信息收到 他就有反应 就像日本 江本人生 波斯做出试验 他这个试验反应 还相当迟钝 还得费 几个小时的时间 自信给我们 一切种子的反应 是理解的 同时 你要是真正 知道这个道理 知道这个四世真相 你对于祝福菩萨了 那个感恩的心会生起来 为什么呢 无时无刻不在照顾你啊 无时无刻不在关怀你啊 比父母官和儿女还要做到啊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变成这个样子 是我们自己不回头吗 不知道学好吗 自作自受嘛 有什么发生的 无论我们在哪一道 出生道也好 木鬼道也好 地狱道也好 都是同样关怀 所以 对于佛菩萨能生起真正感恩的心 你就会真正学习 那就有诚意来学习了 那有诚意 成就就快了 英文大师讲啊 那十分诚意 你就十分的收获了 不学还原惯 我们对这个概念还是模糊 不十分清楚 学完还原惯之后 那我们就很清楚 这个感恩的心呢 踏实 对一切诸佛如来 再回过头 对一切众生啊 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这是真 一切众生是未来福 这句话也是真的 你肯定 一识一识的 在转变 一识一识的提升自己进阶 一定有大车大物 明心见心 回归自信 那一天 在人世经讲呢 这个时间很长 可是 在舍暴徒讲呢 他那里没有时间 也没有空间 没有时间 没有前后 没有先后 没有空间 没有距离 这是无助身心的妙题 阿 尼 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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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